大家好,欢迎来到灵感故事盒,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3月3过后,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和宝叔踏上开往海南的大巴车宝叔每年的这个时候都去海南摘荔枝,一个果园摘完了去另一个果园,海南的荔枝都摘完了去广东摘,断断续续可以摘一两个月。 摘荔枝是按斤计算工钱的,一斤五毛到六毛不等,主要看果园的果情况,一个人平均一天可以摘一千斤,也就是说一个人一天可以有五六百块收入,手再慢的,也是三四百,干完两个月就可以存到两三万块钱,工地还包吃包住,而且老板不拖欠工资,果园摘完果就可以结工钱。 宝叔说的我心仰奶奶,恨不得现在就飞到海南的荔枝园里,一天挣个五六百,而且,宝叔还和我说,果园里很多单身的女工人,她们也是从农村去的,但因为老公或者去建筑工地,或者在老家,或者进场,反正种种原因她们与老公两地分居,那种心理和生理的孤独寂寞。 你懂得宝叔给我使了一个高深莫测的表情,难怪叔你年年去摘荔枝,也不带上我审,我不怀好意地说,宝叔敲敲我的头,你小子懂什么,你审要在家照顾老人小孩,再说了我去两个月就带两三万块钱回来,她高兴还来不及呢顿了顿。 宝叔又说,这次跟我出来,你小子嘴巴渴得观言点,要不是你老爸缠我,我都懒得带你出来。 我连连点头说是,一定听宝叔的话,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都听宝叔的。 宝叔这才满意地点点头,我还想问他关于少妇的事,可他眯着眼打。 短,我只好根据他之前的只眼片与天马行空浮想连篇。 经过一天一夜的奔波,我们终于来到了海南的一个县城,再几番辗转,来到一个果园里。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果园,没见过这么矮的山丘,没见过这么多的荔枝,一下子就被巨大的场景震撼了。 一串串红红的荔枝,想吃多少随便吃,免费吃。 第一天我就吃得上火,不能上大号。 荔枝是够多了,一天到晚马不停蹄地摘摘摘,也勉强能摘个九百多斤。 但是传说中的少妇却没见几个,天气炎热,大家干活都捂得炎炎实实的,根本就看不清模样。 我不免失望起来,和宝叔抱怨,说他欺骗我。 宝叔却笑笑,说等晚上休工呢让我睁大双眼。 宝叔的话引起了我的好奇,于是晚上休工回来,吃饭的时候我就注意观察。 果然,太阳落山,他们也褪去身上厚厚的防晒服和帽子面巾,露出一张张千姿百态的脸。 特别是吃过晚饭后,他们开始在工地大棚外的龙头下,洗头的洗头,洗衣服的洗衣服,洗过澡换上便装的他们,和白天盼若两人。 一个个清水出芙蓉,轻力动人,在一旁偷瞄的我,不由得看呆了眼。 看上哪个,趁早下手这时,宝叔忽然在我耳边冷不丁来了一句,吓得我赶紧回头。 宝叔你说的,好像是买商品一样容易,你自己怎么不挑一个,我白了宝叔一眼。 宝叔哈哈一笑,看好了,瞧我的说着。 宝叔竟然直径走到一个正在洗衣服的少妇边,直接就搭讪起来。 美女,衣服洗得这么干净,帮我也洗洗吧。 女的不但不高兴,反而嬉笑着回答,要帮你洗衣服也容易,那要看看你能给我什么宝叔色,秘密盯着她。 这个好说,我全身上下你看得上哪里的,情官拿去,哥什么也没有,就是肌肉多,力气大一番话,逗得少府哥哥笑,笑得花枝招展。 宝叔不忘得意地朝我这边使个眼神,我由衷地佩服得五体投体。 接下来,宝叔就一直跟着那位少妇聊天,甚至说起悄悄话,少妇去晒衣服,宝叔也跟着去。 至于晒衣服后,两人去了哪里那就不得而知了,反正果园那么大,随便往哪个小山坡上钻别人也不懂。 对于宝叔的手段,我只有羡慕的份,对于这些风情万种的少妇,我也只有贼心没贼胆。 叔,你得手了,晚上睡觉,挤在窄小的床板上,我悄悄问宝叔,宝叔出手,岂有空手而归。 宝叔无不得意地说,很快就打起呼噜进入美梦,我睡不着,脑海里竟是想着怎样才能学到宝叔的精华。 第二天依旧是忙碌的一天,白天除了吃饭喝水小便,几乎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整个人热得像是蒸笼粒的小笼包似的。 难怪工钱高,这活真的不是普通人能干的,我们农民工,挣的都是血汗钱啊,今晚无论如何一定要认识一个少妇,再到晚上休工,我就格外注意起来,我暗自发誓,吃过饭,我早早地守在水龙头边上,没多久一个三十岁模样的少妇端着盆子扭着腰支走过来。 她长得眉目清秀,皮肤白里透红,长发飘飘,迎高鼓起,迎一握的细腰,穿着花衬衫,衬衫前面被撑得高。 来到龙头边,自顾地洗起头来,那一头瀑布般的秀发,令她平添起分妩媚。 美女,可以借你的洗发水用用吗?我鼓起勇气吻,拿去吧。 她大方地把她的洗发水给我,这下我反而又无话可说了,只好接过她的洗发水。 我只好在旁边的另一个水龙头这里也冲洗一下头发。 其实我刚刚已经洗过澡了,头发都还没干完呢。 帅哥,你是哪里的啊?老婆一起来吗? 没想到这时,她却主动开口和我聊天,她的声音软软的,很甜美,很好听。 我是云南的,村里只有我和我叔两个人来。 我老师回答,云南好地方呀,我是贵州的,来海南摘荔枝好几年了。 没想到她这么爽快,既然主动和我聊了那么多,还告诉我她叫小薇,可能因为年龄相仿吧。 我们很聊得来,最后顺理成章加了微信。 不过,我始终不敢像宝叔那么直接,更不知道怎么开口迈出那一步。 唉,只能先认识认识,先聊聊吧。 不过果园摘果期短,这个果园可能一个星期就采摘结束了。 我如果不早点采取措施,很快我们就各本东西了。 就在我干着急的时候,晚上,她突然在微信上主动找我。 她问我睡着了吗? 我秒回说没有,她又说外面月色清凉,在果园里散散步很歉意,问我要不要一起。 我连忙回复可以,然后一股路爬起来,去到和她相约的地方。 小薇已经在山坡上等候了,她穿着清爽的连衣裙,乌黑的长发飘逸地披散在后背上。 妖娆多姿,我心中激荡,一脸灼热地盯着她。 走吧,上山瞧瞧她微笑,倾起珠唇,声音软软糯糯,令人心动。 月色朦胧,凉风袭袭,四下里无人,我鼓起勇气牵起她的手。 她没有推脱,而是想鸟一人般地把头轻轻往我这边倚靠。 她的手柔柔的,软软的,还有点凉,我则手心发汗,整颗心跳得很快。 就这样漫步在荔枝园里,到一个偏僻的小山坡上,她突然停住了脚步。 怎么了?我问,发现她直勾勾地看着我,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就在这里了,好不好?她倾起竹唇,眉眼如丝,咬着嘴唇充满诱惑地盯着我。 我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此地偏僻,远离宫棚宿舍,四周处的虫叫,连个鬼影也没有。 只是没想到她这么主动,这么直接。 我应了一声,却紧张的命,根本不敢动。 你紧张什么啊?看着我的样子,她笑着向我靠来。 我,我我支支吾吾说不出话。 她惊笑了一下,没等我开口说完话,竟然直接拿起我的手放在她的嫩滑肌肤上。 呼,这是我第一次进行这种户外活动。 说真的,很紧张,也很激动,导致我很快就提交了作业。 而她显然还没有达到目的,我太紧张了,我怕有人来。 我不好意思地解释她却是善解人意的笑笑,然后说这边很少有人来的。 就算有人,这个时候上山,肯定也不是做什么好事。 大家彼此彼此,所以谁也不会揭穿谁。 叫我不用紧张,明晚我们还来,好不好? 我希望她能再给我一次机会,不仅仅是我想她,重要的是,我想重新证明自己。 她低头娇羞一笑,然后说时候不早了应该回去休息了,明天还要早起摘荔枝呢。 就这样,我们没聊多少,匆匆忙忙又下山回宫棚去了。 第二天,一整天摘果我都心不在焉的。 我也在人群里寻找小微的影子,可她不在我们这组,我根本瞧不见她。 再说了,摘果的时候个个都捂得严严实实的,就算碰面也未必认识。 宝叔见我无精打采,问我昨晚是不是上山干坏事了。 叔就是叔,啥事都瞒不过你嘎。 我老老实实回答,宝叔却是哈哈大笑,说我不愧是林家的种,才两天就学习到她的精髓了。 叔,都是在眼外,我装着胆问,这么大的树林,就是天然的约会地点。 怎么,你小子还不满足? 嘿嘿,我紧张,我不好意思地回答。 怕个毛线啊,夜黑风高的,谁认得谁? 宝叔接着又给我讲起了许多经验,还说了许多以前发生过的趣事。 到了晚上,我早早洗好,然后微信上约小微,她也是很早就洗好等我了。 于是我们又在昨晚的地方见面,可能为了缓解我的紧张,也是因为一回生二回熟吧。 一路上小微和我说了很多悄悄话,渐渐地我一颗心也放松下来了。 到了昨晚的那个地方,我们很默契地开始了,这一回我不再紧张害怕,任由自己正常发挥,小微也得到了满足。 时间还早,我们肩并肩坐在树下乘凉聊天,时不时摘几颗荔枝解解渴。 小微告诉我,她二十岁就嫁给同村的一个男人,之前都是她在家带娃守家。 老公出去外面打工做建筑,四年前老公扎钢筋的时候意外伤亡,包工头也跑了,只留下年迈的父母,年少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一个岌岌可危的家。 无奈之下,她只得出来打工挣钱养家,小孩留在老家给老人带。 进场没自由,进工地又危险,她就选择了做山工,荔枝季节就摘荔枝,芒果季节摘芒果。 冬天就帮人家给安树施肥,或者捡橘子,这些活虽然不稳定,但是自由,工钱也高,而且老板结款都很及时。 做了好几年了,还不错,每年都能给家里寄回七八万,剩下的自己花。 她笑笑,眼角是说不出的满足,如果我能娶到这样的老婆,该多好啊? 我内心想着,这时,她却忽然叹了口气,悠悠说道,就是太孤独了。 长期的单身生活,真的挺难耳的,特别是业力。 我懂她华丽的意思,像她这样的少妇,正是如狼伺虎的年纪,却要常年单身在外,确实难为她了。 没事,在这个果园,你有我,我安慰着她。 这个果园摘完了,你们去哪里?她又问,我说还不知道,我跟宝叔走,他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这时空气突然安静起来,因为我们都知道,荔枝摘完,我们很快就分开了。 这也是我们打工人的无奈,很多事情都深不由其,我们能做的,就是珍惜好还在一起的每一天。 可惜时间总是最残忍的,很快这个果园的果就采摘结束了。 虽然这几晚我们晚晚都约会,但搁在心头的离别筹绪总是挥之不去,以后有缘再见吧。 最后一晚,小微笑着说,微信留着别删,好吗?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她点点头,说她不会删,但也不会给我发信息。 我们就这样分开了,短短的一个星期,我们相处了五个晚上。 这个果园,我总共挣到了三千多块钱。 然后宝叔带着我又赶往下一个果园,据说是一个更大的果园,可以摘十几天。 意外着可以得到更多的工钱。 那里没你更多,你想找什么样的没有? 见到我闷闷不乐,宝叔安慰我。 叔,你经历过这么多,就没对一个真心的。 我不有的问。 宝叔真的很潇洒,他从来不会像我这样为一个女人而烦恼。 傻小子,出门在外大家逢场作戏,离开了果园就结束了,还有什么好想的。 宝叔拍拍我的脑袋笑着说,我也只好点点头,内心里却情不自禁想起小微,想起我们在一起的点滴。 他好吗?我们还会再见面吗?可能这辈子,我们都不会再有交集了吧。 无论如何,祝他幸福。 我和宝叔又到了另一个县的另一个更大的励志果园,光是工人就有两百多人。 据包工头说老板要在十天内摘完这片果园,所以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加班加点。 就算下雨也不得停工,时间紧,任务重,我们第一天刚刚安顿好,第二天就马不停蹄地开始采摘。 白天几乎是喘气的时间都没有,晚上累得像调狗一样,洗好澡就摊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 宝叔习惯了这样的粗活,他照就活在花红柳绿里,不几天就寻觅到了香好的。 他还打去我,说这么多美女,不找一个真实浪费了资源,我却一心想着小薇,根本无心搭理别人。 他又去了哪里的果园呢?或者他已经认识了新的对象了吧? 毕竟出门在外,能有人消遣寂寞,为什么要拒绝呢? 很多次我想给他发信息,最后还是忍住了。 这期间还有一个短发的美女,看起来才三十岁不到的样子,好几次对我眉目传情,我都假装视而不见。 不是我不爱美女,也不是我假清高,而是心里装了一个人之后,别的人只是讲究。 就在我每天朝思暮想的时候,这天,突然收到了小薇的信息,阿灵,在吗? 有点是想和你说一下,在在在,什么事,你好吗? 我迅速地回复他,恨不得打更多的文字。 接着,他告诉我,他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急需要一笔钱,问我能不能先借他五千块,等他这个果园结款了,马上还给我。 他我不信是他本人,他还拍了段视频过来,视频里又把借钱的事重复了一遍。 我想也没想,就把前几天结款的三千多块全都转给他,还去和宝叔借两千块。 你小子老是和我说,一下子要这么多钱干嘛? 宝叔盯着我,眼神严肃,我不敢撒谎,迟话都对宝叔说了。 宝叔却说什么也不肯给我借,还趁势把我狠狠教育了一番。 小林,你说,你出来做苦工是为了什么? 宝叔问,挣钱。 我老是回答,挣钱做什么? 宝叔又问,挣钱娶媳妇我声音小得不能再小。 这不就是了,你老爹求着我带你出来,就是你家里穷,你娶不上媳妇。 他希望你能出来多挣点钱,有了钱就有媳妇了。 你看你现在,哎。 宝叔叹了口气,又苦口婆心地劝了我一番。 和我说果圆地利的这些个女人,个个都不简单。 我们和她们只是萍水相逢各取所需,没必要认真,更别在她们身上花钱。 宝叔说的头头是道,我频频点头称是。 转过身,我只好抱歉地和小薇说我目前也没有多余的钱了,帮不上忙真的很抱歉。 小薇却很善解人意,她说没关系,能借到三千块已经能帮她不少了。 我又问她到底是什么事这么着急。 她这才说,原来她小孩在老家和别的小孩打架,把别人打进医院了,对方趁机要求赔偿一万块。 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就打架了呢? 我说,这一问,把小薇直接惹哭了。 她说小孩在学校被同学讥笑辱吗? 骂她是没爹没娘的孩子,孩子一着急就把对方打了。 这话听得我也心酸不已。 想到小薇的坎坷命运,想到孩子的无辜。 小薇她一个弱女子却要一个人扛起这么多的重担,不由得心疼不已。 这一刻,我差点冲动对她说,和我在一起吧,让我以后都照顾你。 可我知道自己没那个能力,毕竟小薇背后还有她要负担的老人和小孩。 而且,我传统的父母是绝不可能同意我娶一个嫁过人生过小孩的女人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安慰着她,却觉得语言苍白无力。 日子就这样匆匆忙忙而过,新果园的工人大都来自广西四川。 我没有再遇到和小薇一样来自贵州的工人,也没有再遇到和小薇一样美丽又大胆的少妇。 我在忙碌中麻痹自己,直到一个星期后突然收到小薇转来的三千块钱。 我说不用接收了,钱也不多,先放她那里,等她以后宽裕了再说。 她却一再坚持,还说如果我不收她就要把我拉黑了。 我这才点了收款,这事之后,我们的关系拉近了许多。 她每天晚上都主动找我聊天,和我分享每天发生的事。 然后还问我下个工地要去哪里,她要跟着我们走。 还问我下个工地要去哪里,她要跟着我们走。 我说我都跟着宝叔走,全凭她做出。 那你们以后去哪里我也跟着去。 我反正一个人无牵无挂去哪个果园都一扬她说。 真的,一言为定,我喜出望外。 骗人是小狗,她回了过来,还加一个可爱的表情。 这天起,我心情好了很多,干活也更起劲了。 十二天后,这个大力之园又结束采摘了。 这一次我到手五千多块钱,加上小微转还过来的三千多。 现在我卡利有八千多块了。 这是我之前在工厂一两个月的工资。 没想到摘荔枝这么挣钱,虽然挣的都是血汗钱,但一切都值得。 我把小微的事情和宝叔说了。 说以后,她也跟着我们走。 宝叔也知道小微是个老手了,老板都喜欢属手,带着小微只会给我们小组增添能力。 宝叔自然无话可说。 于是,下一个果园,我和小微又见面了。 这一次,我们干脆扮演起夫妻,住到了一个棚子里,算是夫妻房吧。 反正我们男为婚女为嫁,单身男女,在一起天经地义。 宝叔也默认了我们的关系,还时不时叫我假戏真做,说收工了带她回家,将来娶进门。 我何尝不想这样,可现实的问题哪里这么容易解决呢? 有了小夫妻房之后,晚上我和小微再也不用在山头上相约了。 我们光明正大的享受着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在偶尔休工的日子里,她会换上漂亮的裙子,然后我们一起去海边玩耍。 我是第一次见到大海。 蓝天白云沙滩海浪,旁边还有个美少妇,我心里美滋滋的。 未来如何,我们谁也说不准。 但是眼下,我们珍惜在一起的时光,这样就足够了。 荔枝还在采摘,打工的日子很苦,可是认识了同样单身的少妇,身边有了小微。 苦中也有乐,我会珍惜好这段日子的。 也许,这就是冥冥中的缘分,缘起缘灭,自有定数。 情深情浅,体面难求,流水无情,感自然静。 感情的流逝犹如河流,她自有其流向与节奏。 从激流涌进到渐入低谷,感情或平缓或急速地向前延伸。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人选择停留欣赏沿途的风景, 而有些人则沉浸于过往的记忆或是某处的特定氛围。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别忘记关注和点赞呀,我们下期见。